這些道具真的很糟糕 這個是給我的 這個是我的,不好意思 我叫尤學修,我是一個演員 我想如果我選擇一件事 說我屬於一件事,我會選擇電影 小時候還沒決定 我一定要做一個演員 或者我要從事電影界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可能 也好像不是你想做就做到的事 直至慢慢走走走走走路 才發現一步一步去實現 我形容自己從入行到現在 我都是在打逆警報 另一件事就是我沒有公司 有時要自己銷售自己 等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不找你就是不找你 做演員我覺得最重要是同理心 因為你要去演活別人的東西 你要進入別人的世界 去明白別人在想著什麼 你才能演出 一關 《門徒》這場戲是… 因為我很喜歡劉德華 我自己心目中 劉德華的最佳演出就是《門徒》 其實這個角色好看的地方 是他心底裡是知道自己錯的 就是他說服自己去換角角度看 其實我可能沒有錯 我都給你了 我都給你了 什麼都給你了 我從來都不算人的 你知道嗎 你做演員做一輩子都想不到一千萬 你以為你真的在賣電器嗎 你以為你脫衣服的問題 你也脫不脫 給我一點時間 好嗎 好快 我只是想我死了 給我死了 好快 我和金像獎的距離其實就是在這裡 金像獎在這裡 我在這裡 其實很近而已 以整個地球的距離來說 但是我三屆金像獎都有參與 一次提名都沒有 但是距離就是這麼多 這麼近那麼遠 金像獎我想 它無論如何都是夢想的一部分 對我來說 如果說不是 我想那個人都挺虛偽 有些人可能沒什麼拿過 或者還沒拿 你會覺得它不是的嗎 其實大家生活中 都要有一個好的演出 或者所謂影帝影后的標準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如果你是一個演出 你有那件事在這裡的時候 那這個是一個形式來的 不過都想要的 他來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 還有兩個星期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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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